从感受的角度讲 地狱就是一种自我折磨的境界 就是地狱里面的这些众生 他在自我折磨 没有谁让他受苦 有人说不对啊 经常讲有很多狱卒啊 鬼王啊 天天在折磨他们啊 其实这些狱卒也好 鬼王也好 都是那个地狱众生 自己心里变出来的 心变时现 心现时变 都是唯信所现 为什么他会献出这些地狱的相 因为他心憎恨 心愤怒 就是当一个人闹情绪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看到旁边每个人都很可恶 甚至都比鬼还可怕 所以旁边就献出这些鬼的境界 并不是阎禄王派这些鬼 去天天惩罚他们 是感受而已 将军领悟到之后啊 马上知道 哎呀自己失态了 很不好意思 很谦虚 向禅师道歉 禅师原谅 禅师就说 你这个态度啊 就是天人的态度 你现在就从地狱 一下子上升到天堂了 天堂是怎么回事 天堂 我们换个说法 天堂就叫和谐社会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就是创建人间的天堂 人间的净土 天人很有品德 很有修养啊 所以天人在一起都是很和谐的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将军一下子领悟到 原来天堂和地狱 都在自己一面之间 当然这样说呢 是从感受上讲 也是从阴形上讲 所谓阴 就是一个人如果严重愤怒 常常愤怒 久了地狱的果报就现前 他种下地狱的因 称恨是地狱的直截业业 一个人与人为善 处处关心爱护别人 体谅别人 他就种下升天的业 天人就是修五戒时善 那么净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去开拓出来的 净土的生活 是以天人的生活为基础 然后再加以完善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定比我们现前的生活状态 要理想的多 这个是现前所说的 定于天堂 展开来就是六道轮回 那么经上讲的净土 客观来讲 在宇宙中确实存在 不是编故事 我们从念佛往生人的 这些传记中可以看到 历代念佛往生的传记 净土圣贤路里面有很多 就是我们近代 现代 最近这几年 往生的这些案例中 我们也能看到 这些念佛人 不是骗人的 走得那么自在 那么潇洒 他们到哪里去了 到净土去了 临走之前 跟大家明明指出 我要去净土了 看到佛来解 有些真的 像经上讲的一样 看到净土的境界线前 这都不是在编故事 你说临死之前 还编故事骗人 有这个必要吗 古人说的好 鸟之将死 其名也 人之将亡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绝不可能在 临命中的时候 还在编个故事 去骗人 怎么讲 也讲不过去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相信 净土在宇宙中 客观存在 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 不是念佛人的 这一种梦幻 有很多朋友不了解 认为念佛人往生净土 说安慰自己而已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理想 不是 客观存在 退一步说 就是说净土是理想 请问哪个民族没有理想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想 这个民族就不会进步了 从个人的角度讲 如果我们个人没有理想 人生就不再精彩 这一生真的就这样 陆陆无为下去了 所以我们要鼓励理想 追求理想 理想忽然变成真的 那就不叫理想 就叫现实了 那么对于净土 一般人 我们也可以跟他说 你认为是理想 好啊 这个理想是好的 不愿意吗 值得追求 追求到了 那个理想就是真的 更何况 净土它不是理想 是客观存在 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目标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 六道的境界真实的 讲他方净土的境界真实的 我们从佛的人格上 可以相信佛不会欺骗我们 金刚经上说 如来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就是反复为我们讲 佛不会骗我们 佛所说的 与宇宙人生真相 无二无别 这叫不义啊 真相是怎样 佛就像拿了一面镜子 给我们照出来 不争不紧 确实如此 虽然如此 可是还是有很多众生 对佛所说的法 不相信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佛陀最初成道 曾经考虑过 不要说法 最初成道 按照小城经典的记载 七七日内 佛在静坐 在经行 没有说法 按照大城的记载 三七日中在说华言 一般人看到 也是在树下 不说法 漠然 不作声 不说法 为什么不说法呢 就是观察到后世 有很多众生 对于佛所说的法 不会相信 不但不会相信 还要排斥 诽谤 排斥 诽谤 佛所说法 我们现在知道 这叫诽谤证法 果报在哪里 阿比底 所以佛慈悲 不说了 后来大梵天王 再三其行 虽然有很多众生 不会相信 不能接受 但是还有一少部分众生 会得到佛说法的利益 请佛为这一类众生 慈悲说法 再三其行 佛陀才最终答应 就是为后世 包括我们在内的 一小部分众生说法 所以我们看到 经上这样的记载 了解到 对于佛所说的法 怀疑不相信 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因为在众生当中 众生的思想 见解不一样 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察 不相同 而且众生有一个 要命的缺点 就是自以为是 先不要说别的众生 说说我们这个众生 我们自己 我们很多时候 总是这样觉得 说某某人太固执了 某某人太自以为是了 实际上 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也挺固执的 我们也挺自以为是的 什么缘故呢 因为我们固执的认为 别人很固执 岂不是我们固执吧 我们固执的以为 别人自以为是 岂不是我们也自以为是吗 如果我们不自以为是 我们若无其事 就不会这么看别人了 是不是呢 所以当我们看别人固执 说别人自以为是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 五十步 效百步 彼此彼此 这就是众生 要命的缺点 因为这么一个缺点 所以导致 众生对宇宙人生 真相的观察 不够全面 虽然不够全面 还是那么自以为是 这就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经上讲的 众生的执着很严重 但是佛既然答应 为众生说法 所以接下来就不疲不厌 为众生广泛宣说 宇宙人生真相 开始跟大家直接讲 甚深微妙之法 大家不能接受 所以从定中出来 就开始讲阿涵 阿涵就好比办小学 阿涵讲什么呢 阿涵就是讲 仁天善法 基础佛法 劝大家要多做好事 多尽本分 求仁天果报都可以 在这个时期 通通都可以求 社会大众一看到 这个对我们有用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跟大家讲成佛 讲往生 没几个人感兴趣 讲什么呢 讲发财 明天我们讲发财经 传出去 一传实实传百 通通都跑来了 哪怕收一万块 就肯定要来听一听 但是如果一讲 要发心做菩萨 要发心成佛 要发心修行 要发心断烦恼 开始有十个 听到一半生五个 最后一个也没有 很有可能出现这样情景 就是众生呢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对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深入学习 所以佛陀的教学 全续渐进 先从仁天法说起 然后讲声文 在这个基础上 往上提升方等 方等就是进入中学 阿罕好比是小学 方等就是方正平等之法 这是大乘法的别称 方等说完之后 差不多这个教学 二十年过去了 阿罕讲了十二年 方等讲了八年 接下来进入大学 讲了二十二年的大波尔经 波尔就是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洞察 宇宙人生真相的能力 引导众生去观察 宇宙人生真相 在这个里面 就有相当一部分众生 真的入佛境界 了解到佛说的确确实实 是事实真相 最后八年 讲法华 法华开全显实 这是宇宙人生圆满的真相 有了前面的基础 再跟大家讲成佛 可以接受了 没有前面的基础 讲这个事情 就像刚才说的 讲着讲着 会让大家讲跑掉 就是讲了这么多年的 基础教育 法华开经之前 照样还有一批学生退席 他们认为学的已经不错了 不需要再去听这个了 可见得 教化众生不容易啊 最后一日一夜 则大半涅槃 这是佛陀一生教学的总纲领 那么这里面 讲的内容 总的来说 就是宇宙人生 事实真相 具体来说 就是引导众生 转恶为善 第一个时期 转恶为善 然后 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 就是像般若 破迷其悟一样 开发自信般若智慧 最后 转凡成圣 那就是圆成佛道 这个里面 一丝毫迷信都没有 所以佛陀的一生 都在从事智慧的教育 大慈大悲 表现在这个地方 古人有一句话 叫世间好话 佛说尽 世间的好话 佛说尽 我们所说的好话 都出在佛经里面 只不过是变了一种说法 再好的话 没有比佛经里面讲的话 更好了 更圆满了 又说 不信佛语 更信谁 假如这个世间 还有一个人的话 值得我们完全相信 毫不犹豫 你直接相信就行了 这个人一定是佛 佛为我们说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那有人说 信错了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放心 信错了 也有错的好结果 古人说 将错就错 西方极乐 就是我相信 释迦牟尼佛 讲净土这个事情 哪怕别人说 我信错了 没关系 我错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不信 他认为对了 对到六道轮回中去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客观的去观察 对于佛所说的话 确确实实 值得相信 佛没有理由 欺骗我 可是在现代这个社会 有这样奇怪的现象 劝大家向善的 引导大家觉悟的 就是所谓的好话 不相信 劝大家造恶业的 骗人的话 相信 前段时期 我看到 有一家报纸上 做了统计 说国人啊 比较喜欢听 负面的报道 有六成以上 比较喜欢听 这一类的讯息 在我们生活中 也容易观察得到 我们跟一个人介绍 讲 某某地方 有一个很不错的人 某个人很好很好 我们听到 马上就问 真的吗 有点不大相信 然后我们再跟别人讲 哎呀 某某人很坏 怎样怎样 哪个道场 怎么样怎么样 不如法 我们一起的 有可能是真的 就是听到是非 我们马上相信 听到善法 我们先犹豫犹豫 这个是众生的恶心 所比较多的缘故 习惯接受这些负面 佛陀对我们的教诲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 你说不理解 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 我前天遇到一个学佛的同修 刚刚学佛 他说对经常讲的六道轮回 不大相信 极乐世界不大相信 我说你相信什么呢 他说我相信科学 我说你相信科学 那你相信的科学是什么 他就说 好比这个冷气 我相信它能够改变温度 我就借这个问他 我说你相信科学 你了解科学吗 他说我了解 我知道这个冷气 会让温度变低一点 我说我就来跟你探讨一下 我说你知道冷气 其实是怎样 让这个空气改变的 让温度改变的吗 你知道它的运作原理吗 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些构造吗 他说这个倒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那你怎么能说是了解科学呢 你只不过是在享受科学的成果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这么以为 就是我我知道科学 我了解科学 甚至差不多都可以以科学家支撑了 事实上 当真正问到这些科学概念 这些科学常识 甚至天天用的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 到没几个人说出所以来 不幸问大家一下 大家天天拿手机 手机谁发明的 手机里面的核心部件是什么 手机为什么能接收信号 没几个人说得出来 就是那个天天推销手机 卖手机的人 他也未必说出个所以来 但是大家都认为 我们懂得科学 懂得什么 懂得科学两个字怎么写 真正科学的概念 科学的知识 科学的境界 只有专业的科学家 才能了解 但是科学家把这些知识 传授出来 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性的常识 而真正要了解 了解之后才相信 那是少之又少的人 我们同样对这些不理解 就像我们今天在用的 这个麦克风 麦克风能把声音变得这么大 为什么 不了解 不了解 大家可以放心 不会因为大家不了解 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 还是可以听到 所以同样道理 我们对于佛说的很多境界 很多时候说 不理解 不理解 正常的 我们只要照这个样子去学 去做 肯定会有好的结果 这样就行了 就好比 我不知道 这个开关按下去 电灯会亮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原理 但是 我晚上照样可以开开关 你开关一打开 我就知道电灯亮 就行了 研究这个道理的人 他们想研究 自己去研究 我只需要享受这个成果 就这样就可以了 同样的 我们对于佛说的种种教诲 多半情况下 只需要去依教奉行 能理解 非常好 不能理解 我们照这个样子去做 准有好处 就像我们在享受这些科学的成果一样 这些原理我们不懂 就是我们以科学支撑的人 又未必完全都懂 但是科学的成果 我们照样可以享受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对佛所说的这些真相 这些修行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相信 信佛 信释迦摩尼佛 绝无妄语 佛绝不会欺骗我们 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 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 听闻到佛法的人 多少 对于佛在经上讲的 这些真相 冷静地去接受 而不要盲目地佛地 我们也遇到一些朋友 一听到谈佛法 他马上就说 不要跟我谈佛法 全是迷信 我们就问他 你有看过什么佛经吗 没看过 迷信还要看什么 我说奇怪了 你看都没看过 你怎么知道他迷信呢 一下子问了 他讲不出话来 你必须全面了解了 才有发言权 信于不信 了解之后 再去决定 都还没了解 就全部否定 这真的叫迷信了 这个态度本身 就不够科学 所谓科学是实践 就是你信于不信 你先去实践一下 比如很多人讲 念佛能往生吗 真的有净土吗 以前 善导大师在世的时候 遇到这么一个人 唐朝的怀感大师 他当时是个禅师 听到善导大师 劝人念佛 修念佛三昧 他很不以为 有一天就来找善导大师辩论 说你讲这个方法 我有点怀疑 我不相信 真的吗 善导大师说 你别跟我辩论 我也没功夫跟你辩论 你不相信可以 但你要先去尝试一下 你连尝试都没有 你就不相信 你这个话没这个说 怀感大师一听 有道理 好那我就去尝试一下 于是拼命念佛 三七日 二十一天 三七日过后 因为他的心很急 三昧没有成就 他就认为 他的语言不好 他的根性不够 想要救死 告终了 大师就说 你别着急 你这样的心 肯定与三昧不相应 三昧是要定静 心要静下来 以给予求成的心态 怎么可能与三昧相应呢 所以大师就说 你慢慢的念 心平气和 也不要求境界 不要求感应 不要求三昧 就这样修下去 只要坚持 一定能成 果然他很配合 三年 成就念佛三昧 亲见净土壮严 成就三昧之后 写了一部著作 叫《试净土群疑论》 就是把很多人 对净土的所有疑惑 全部归类 一一地加以解释 他再也没有疑惑 用现代话讲 这真叫科学实践的态度 信于不信 你先要实践于反 以后再遇到很多人问 你们真有净土吗 你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相信 信不信 先别说 你先来念念 你先来这边体验一番 体验好了 自己会有感受 所以我们对于 释迦如来 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介绍的西方净土 应当升起信息 就是信佛 信释迦牟尼佛 然后信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没有理由欺骗我们 一样的 大家想一想 阿弥陀佛从十万亿佛土之外 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 来骗我们 有这个必要吗 想想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 所发的大怨 应当升起信息 对于六方祝佛 出广常识相 赞叹释迦牟尼佛 赞叹阿弥陀佛 深信不疑 佛不可能说 大家合伙来欺骗众生 讲不过去 所以祝佛如来 共同赞叹 共同证明 这个事情确实可信 为什么释迦佛说了 阿弥陀佛 说了六方祝佛 还要出来做证明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 净土法门 难信 释迦牟尼佛这样说了 有些众生就讲 不行 我要听听 要师佛怎么讲 要师佛也现身了 六方佛中一定有要师佛 要师佛说完了 他说还不行 我还不放心 那怎么办呢 我要等等弥勒佛 遇到弥勒佛 再问一问 将来弥勒菩萨成佛 也一定是这样讲 一佛所说 即是一切佛所说 绝不可能 将来弥勒菩萨成佛了 忽然跟大家宣布 释迦牟尼佛过时了 释迦牟尼佛以前 教你们不杀生 现在可以打开杀戒了 有没有这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佛佛到头 一佛所说 即是一切佛说 所以祝佛才共同现身 就是让众生死心踏地 不要怀疑 信佛 信佛所说 一一教奉行 信引信果 信事信礼 这样讲的就更全面一些了 因果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个小小的事情 尚且有善恶因果 何况大的事情 大的什么事情 成佛的事情 成佛的因果 成佛的因果 就是念佛是经 成佛是果 这个事情 在诸大成经当中 都为我们说出来 修学的原理 就是华言经所说 一切为行造 用心造佛 就成佛了 心做心事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那么用心想地狱 心就变成地狱 执法纪 伪在一心 那我们今天呢 说的通俗一点 我们用心 想做好事 我们马上表现出来 就是善良的行为 心里面打一个不好的主意 表现出来 就是很恶劣的行为 我们想到一件欢喜的事情 马上就没开言笑 想到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愁眉苦恋 心想的 所以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其实逃不过 这些有慧言的人 他们的眼光 眼睛一看上去 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都写在脸上 这是真的 只是我们自己装着 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时候 都很明显 心献一切境界 根据这个原理 佛才直截了当教我们 想佛 想佛就直截了当 献佛境界 观无量受佛经常 讲出这个原理 众生心想佛时 赤心 即是三持二相 八时随行好 赤心做佛 赤心是佛 祝佛正变之海 从心想生 我们的心与佛相应 自然而然 就入佛境界 这是因果相应 所以很多人问 念佛 念佛成佛 原理是什么 原理就是心做心事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信是心理 是理 是是什么 是就是佛为我们讲的 净土庄严的现象 阿弥陀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修因正果 接引众生之事 这是真的 理是什么呢 理就是一针法界 圣身之理 我们通常讲 理起自信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不除我们一念心性之外 就是整个西方净土 都在我们心性之中 阿弥陀佛不是外面一针佛 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自信本有的佛性 有人就说了 既然这样 那极乐世界 我就不用去了 既然净土在我自信 我就不要到净土去了 我们常常听到 很多人讲 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跟西方弥陀 极乐净土 是一还是二 很多 读过一些禅宗典籍的朋友 常常会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就是既然净土在自信 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狭隘的心性 好像在这个心里面 在我们这个肉团心里面 在我们的思维空间里面 这个不是啊 自信是什么 自信就是整个虚空法界 自信是以法界为本体 而不是以我们的思维想象为本体 它是要打破思维想象的 所以叫不可思议 那么这样一来 西方净土 跟我们的自信 是一不是二 那为什么还要到净土去 不是到净土去 而是回归净土 也不是念西方的佛 而是借助西方这一尊佛 把自信佛给呼唤出来 这个是念佛的终极原理 也就是最高的修行原理 就是用念佛的方法 把自信念出来 忽然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原来弥陀念弥陀 这个是夏连居老居士所讲的 就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以为 我是在念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没关系 先这么念 念之久久慢慢发现 我跟那个阿弥陀佛 荣耳为一了 荣耳为一都多余了 这是中间的过程 到最后忽然发现 原来西方的佛 东方的佛 南方的佛 北方的佛 全是自信佛 但是没有前面这个过程 我们是很难领悟到 这一层境界 这是净土修行 甚深之理 信礼不太容易 我们先做个了解 就是深信 我们所念的阿弥陀佛 跟自信本有的弥陀 是一不是二 深信西方净土 就是我本有家园 因此我们往生净土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在我们心性之外 因此我们看到 古时候的大德 给我们讲净土 讲什么呢 净土是家园 知识不归归辩德 五湖烟井 有谁争 这个是古人 所写的一首诗 唐诗 里面有这两句话 后来被净土大德 广泛引用 近代 印光大师 写了好多 用来比喻 聂佛人求生净土的心境 克路西山 任彼烈 就是我们出来是旅行啊 克路就走在旅途上 很多人走在旅途上 都当真了 以为这地方就是家乡 其实不是 这地方是旅途 如果别人留恋 让他们留恋 我不要留恋 我要知道我的家乡在哪里 家乡在哪里 家乡就是净土 那是我们本有的家乡 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好懂 精神家乡 其实是精神和物质 同时具足的家乡 知识不归 归便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往生净土这一桩事情 回归自信这一桩事情 没有人障碍我们 没有谁让我们不要回去 是我们自己不想回去罢了 就像念佛往生 就像我们发心学佛 就像我们断烦恼一样 没有谁在障碍我们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发脾气 没有谁让我们发脾气 只是我们自己想发脾气而已 没有谁障碍我们成佛 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成 没有尽力的去修行而已 同样的念佛往生也是 没有谁障碍我们 叫我们不要往生 只是我们自己 这一种往生的心 不够窃而已 就像回家一样 没有谁让我们不要回家 只是我们自己 不愿意回家而已 果然愿意 立刻就回家 回家还有那么难吗 清澈熟路啊 归便得 故乡这些风景 五湖烟井啊 就是故乡这些美好的风景 没有谁给我们抢 这就形容自信本有的加征 没有谁会抢得去 没有谁去抢 因为这个跟任何人都没有矛盾 一切众生本质具足 这是净土所讲的理 那么你放在最后 因为这个理 相对来说 有点深刻 没关系 从前面开始培养 哪怕是最基础的信心都行 那中风国师在三十信念里面呢 换了通俗的说法 所以一般人 很多人说 我不懂这些道理 甚至我连经典都看不懂 那我该怎么培养信心呢 很简单 两个 两个信心具备就行了 一个就是相信自己 一定能往上 第二个 相信阿弥陀佛 一定会来接自己 相信真有个极乐世界 这样就行了 这个就是弥陀经一开始 就为我们介绍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名于极乐 那个地方有一尊佛 叫阿弥陀佛 连用两个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这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在变故事的 所以偶一大师 就是看到这句经文啊 晚年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叫西游老人 西游就是西方真有 表明对净土深信不疑 这是信心的培养 具备这样的信心 接下来发愿 发愿其实都有一些勉强 愿 愿是怎么回事 愿就是自愿 心甘情愿 请问大家愿意回家吗 愿意回家 回家还用讲愿意 不愿意吗 多此一举嘛 听完了课 我马上就回家了 还用说我发个愿 阿弥陀佛 我要回无息的老家了 还用这么讲 没必要啊 这个愿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很多人说 这个愿怎么发 是不是在佛前 念个发愿文 这只是个形式 真正愿的精神是什么呢 把我们回家的感觉 找到 那叫愿 心甘情愿 这里面没有一丝毫勉强 你可不要想 释迦牟尼佛这么辛苦 到六道里面来度我们 历代祖师 也这么疲劳 天天劝我们 哎呀 我就给他们个面子 发个愿吧 这个愿不是勉强发来的 愿是心甘情愿 自己愿意 有很多人说 有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都不必 天王金回家 还用什么理由吗 岂就此理吧 所以这个愿 是再自然不过 是我们本有的心愿 念佛人往生的心愿 就是这样 就是回家 我们说就像回家 都隔了一层 不是像旧事 以后要把观念转一下 无锡这边是旅馆 真正的家在极乐世界 以后再说想回家 那就是极乐世界 常常这样想 净土自然就现前了 这个净土现前了 就是不知不觉 我们就找到这种归宿感了 所以经常为我们讲 极乐世界在哪里 在西方 西方是什么方位 我们现在知道地球在转 转一圈 这个方位才回来 转到半圈的时候 西方变成东方了 上方变成下方了 所以这些方位都是假定的 抽象的概念 人为给它设定 既然是人为设定的 随便指一个方位不就行了吗 不可以 方位有 有很深刻的内涵 它表发的 所以指西方 西方代表什么 西方 大家看到太阳落山 这个西方不用拿指南针去定位的 佛说的很清楚 西方就是日落的方位 不管在哪个国家 在哪个地方 就看太阳落山那个方位 那就是西方 那就是净土的地方 什么意思 古人很容易明了 因为古人农业社会 日出而坐 日落而归 看到太阳要落山了 要怎样 要回家 取这个意思 看到太阳要落山 就想到 我要回家 家在哪里 太阳落山那个方位 就是我家的位置 取这个意思 这就是西方的意思 所以念佛人这个愿 就是把回家的感觉找到 至于怎么去表达 自己可以随心所欲 回家了 想跟家人说什么话 自己随便讲 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是我们家里人 不要见外 我们现在以凡夫的身份 来看这个事情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家里 大家长 我看到有一幅图 只归图 阿弥陀佛抱着一个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就好比是众生 只归就是儿子回家了 我们现在在六道中流浪 就好比我们离家出走 已经很多年了 现在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所以佛给我们明确指出 我们的家在西方 在日落的方位 在净土 那是我们本有家愿 这样去理解愿 这个愿顺利成长 非常自然 一丝毫都不勉强 不至于让很多朋友听到 哎呀 要发个愿 我这个愿做不到了 怎么办啊 我这个愿 也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啊 好像是一种压力 既然是压力 就不能叫愿 愿是心甘情愿 自然而然 它是一种动力 绝非压力 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 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愿就是自己 愿意 心甘情愿 具体而言 净土法门所发的这个愿 就是往生净土 我这一生一定要回归极乐世界 回归极乐世界 为的是什么呢 两件事情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跟一切大乘法门的修学 没有两样 所以很多人说 你们念佛人都跑到极乐世界 想清闲去了 你们消极 你们治了汉 这可是一种误会 念佛人绝不消极 我们是到极乐世界去留学 去学一流的度众生本领 然后再到十方世界 普度一切众生 那有人说 在这边不可以学吗 在这边也可以学 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无心也可以上大学 但你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还要跑到北京 还要跑到国外去 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工作 为什么很多人还要跑到外地去 那么在六道中也可以学习 但问题就是六道中的学习环境 还真就没那么理想 道理是一样的 六道中的学习环境很恶励 善恶夹杂 而且恶境界多 常常会让发心的人退转 不要说的太长久啊 我们就拿这一生来说 这一生都太长了 就拿今年来说 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 这个中间大家算一算 有哪一天 这个心是永远保持经济 不退 我这个心一直保持经济 一直保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勇猛精进 不疲不厌 不要说像普贤菩萨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天天相去 无有间断 容易吗 一年啊 偶尔还要间断几天 都正常的 间断几天都是客气的 几个月都家常便饭 几年想不起来 对老同修来讲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啊 何况在六道中 生生世世轮转 还有隔音之谜 所以真有那么容易吗 我们自己不需要等将来呀 只看看这一生 断断续续的修学 答案就出来了 因为这个缘故 祝佛如来才劝我们 先到净土去 那是我们的西间之地 西间就是给我们休息的地方 让我们进修的地方 那是我们的成就场所 成就之后 成愿再来 谱度一些众生 这个方法被龙树菩萨称为 异性道 龙树菩萨在十著 辟菩萨论里面 是这样说的 菩萨道有难有益 所谓难 是以自己的修行功夫 在这一生正无生乏人 好 可以在六道中继续 度众生 上求佛道 无生乏人什么境界 最起码按禅宗标准 明心渐行 渐行生活 原初诸位 一场 无生乏人 无生乏人 就是见一切法 不生不灭的真相 因此 在轮转中 他如如不动 未能证得这个境界 连小乘圣者 都不敢冒这个风景 有割引之灵 所以龙树菩萨说 这一种情况 称为难 难行道 像什么呢 像陆路行船 在陆地上开船 船在陆地上行走 是真不难行的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还有一类菩萨 以信佛 念佛因缘 往生净土 蒙佛射寿 在佛愿力的守护之下 很快成就无神乏人 成就阿诺多罗三苗三菩提 然后再兑现 度众生的大愿 这就好比顺水扬帆 船里面 这个船上有风帆 而且还顺风 顺水一日千里 这一种称为异义行道 所以龙树菩萨自己 在佛教界称为八宗共主 大乘八个宗派 都尊龙树菩萨为祖师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菩萨 他自己也是发愿念佛 到极乐世界去 楞树菩萨有明确记载 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这就是发愿 我们认识到之后 这个愿绝不消极 我们到那边 是为了成就更圆满的佛道 帮助更多的众生 而且在免许之前 我们也绝不是用消极的心态 面对生活 就是念佛人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 面对生活呢 要把现前的生活都当做是 往生思良的修学场所 比如念佛人在生活中 应当用这样积极的心态 把遇到的每一个人 当做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把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当做是我们修学的真上源 这样一来 我们的念佛学佛 就一点不消极 而不是我们学了佛 我们念了佛 回到家 在家学佛 过去是因为自己学佛念佛 回到家 看到家人都业障深重 看到个个 好像都是障碍自己 当然这样想也没错 但是这样想自己挺难受的 应该转个念头 怎么想啊 回去之后你要看 家里面个个是菩萨 他们都在成就自己 有大菩萨 有小菩萨 男菩萨 女菩萨 有觉悟的菩萨 有未觉悟的菩萨 有视线正面的菩萨 有表演反面的菩萨 我们学佛从这个地方开智慧 不要说学佛了 世间圣人 孔老父子 都很有智慧 讲过这样一句话 三人行必有我师 有人说了 我假如遇到两个人 三个人在一起 另外有两个 一个是杀人犯 一个是强盗 那我怎么向他们学呢 父子后面又说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他们身上有优点 我就学 他们身上有毛病 我就反省 我就做一个借鉴 我有没有这一方面 类似的情况 有 我要赶紧调整一下 没有 没有价面 有者改之 无者价面 这样自己在里面 统统都可以得到历练 无事障碍 那是多么殊胜的真上院 要这样念这一句佛号 那就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自在 用这一种欢喜的心 面对生活 把生活当作是念佛人 累积之良的真上院 然后行 讲到行 佛法里面 每一个法门都讲究 修行 前面的信愿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心态 行就是一种具体的行为 实践 表现在行为上 修行 就是修正 种种错误的行为 那么一般人不了解 认为修行是怎么回事 修行是敲着墓鱼 嘟嘟嘟念经 是拿着念珠 哗啦哗啦在那边转圈 是翻着经典 一遍又一遍计数 现在有了新的计数器 我们也遇到一些同修 一遍又一遍计数 这一些都是修行的形式 那么修行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修行的实质内容 就是自我完善的过程 让我们自己的身余一三叶 越来越完善 我发现过去有哪些不好的 应该改变的 要让它更加完善起来 换个说法 就是现在社会天天喊的 改革 修行就是开革 改头换面 虽然我们没有要求这么严重 要改头换面 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用一种新的面貌 来面对生活 来提升自己的境界 今天跟昨天相比 我的心境提升了 我的言语表达 更加完美了 我的行为考虑的更加周到 做事情不会那么鲁莽了 这不就是修行的具体样子吗 所以讲到修行 我们不能够误会的以为 只是这些形式 形式是提醒我们 不要忘掉修行 而真正的修行 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每时每刻不要忘记 我要不断的完善自己 每一个念头 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越来越完善 这叫修行 净土法门的修行 有很多种方法 不胜没句 归纳起来四大类 就是四种念佛 实相念佛 第一种 这是最为殊胜 但是不太容易学的念佛方法 念自信本具之佛 第二种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就是按照观无量寿经 前面所讲的十二妙观 观想念佛 后面有附带假 我们可以观想一尊 庄严的佛像 不是凭空去想了 一个具体庄严的佛像 在这边 看 看得 印在自己心目中 闭目开目 都能够看到 观想念佛 刚才遇到一个朋友问 他念佛时候 可不可以这样 经常有说过这个方法 就是持明念佛的时候 配合观想念佛 有时候心会散乱啊 念佛不专心啊 好 我就睁开眼睛 看庄严向好的佛 然后让念头集中在一起 可以作为辅助 最后持明念佛 是我们用的最多 最普遍 因为这个方法最容易 所谓持明 就是支持明号 一心不乱 有些学佛的朋友就说了 你们这样念佛是着相 你们太执着了 其实没错的 这样念佛是一种执着 但是不念的话会更执着 我们现在是凡夫 我们无法不执着 所以用孔老夫子的话讲 这叫择善固执 我们执着的是好的 我们用一种执着 代替千千万万种 不好的执着 这又什么不好呢 我在这边安心念佛 总比那边去 卡拉OK 去那边赌博 去那边做不好的事情 有好多了吧 大家说是不是啊 这个执着绝对是好的 在执着的过程中 我们的心就慢慢定下来了 定之久久 与三昧相应 好 执着不存在 所以最初这个过程 是必须的 这一句名号 男女老幼 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念 就是阿弥陀佛 还有人说 要不要加上拿摩 可以讲 拿摩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 因为有些同学说 还是念拿摩阿弥陀佛好呢 念阿弥陀佛好呢 我说你就念吧 你想念拿摩就拿摩 你不想念拿摩就阿弥陀佛 反正阿弥陀佛都知道 我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过度的计较 经常都说过 祖师大德都有教过 专心念就行 四个字六个字都行 念的时候呢 专心 有妄想 有妄想不要理会它 按照大师之菩萨所教的方法 念佛的时候 自己的注意力 集中 这句佛好从心里面 生出来 舌根念出来 耳根听回去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很快 心就定下来 纵然还有妄想 不会太多 也不要理会这些妄想 久而久之 这一句佛号 就相应了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不要急于求成 就是念佛的时候 不要想 哎呀 阿弥陀佛怎么还没来看看我 我怎么还没见到莲花 别人念好像都有感应 都见到莲花了 闻到香味了 你别在那边念念 睁开眼睛看看 莲花在哪里 鼻子都闻来闻去 香在哪里 阿弥陀佛看看 有没有突然出现 不要这么想 这么想 肯定念的不相应 纵然念佛的过程中 出现这些感应 也不要太执着 这是给自己增加信心 让自己念的更精进 不要一看到这些境界 开始就慌张了 出门就跟大家讲 哎 你知道吗 我刚才见到阿弥陀佛了 长什么样 你有没有见到啊 这么一说 自己的心又不安了 可以跟有缘的通修分享 但是不要这么执着 这作为一种瑞相 作为一种感应 来勉励自己继续进修 是好的 如果一执着 因为这样的缘故 自己的心更加不定了 那阿弥陀佛的出现 反而干扰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正确去对待 一句阿弥陀佛是主要的行词 一切时一切处 不论忙前 想起来就念 有很多好处 往生是肯定的 现前有什么好处呢 有很多人不理解 说阿弥陀佛念了 现在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最大的好处 念阿弥陀佛呢 不用担心晚上会怕鬼了 冥冥之中 会有很多护法神大菩萨在保护 经上说 如果有一个众生 发心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心一发 阿弥陀佛立刻派遣 二十五位大菩萨 这些大菩萨都是不得了的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等觉菩萨派过来 来守护这个念佛人 一切时一切处 不令恶鬼恶神得其变 所以我们这么一念 一圈就有一大堆保镖 免费的天天在保护念佛人 所以胆小怕鬼的赶紧念佛 当然念佛不仅仅是这一个好处 这是举一个例子 念佛会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喜悦 很多人说才怪 我越念越烦 那是自己没有念得相近 开始的时候要有点耐心 念之久久念得相应 真的是欲罢不能 越念越欢喜 阿弥陀佛是欢喜光佛 越念越自在 念到最后真的会发现 念这一句佛号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在做功课 现在我们念佛 很多时候是为了做功课 不做吧 怕别人说 做吧 坚持下去很累 怎么办呢 能省就省 能快就快 这样念佛 那就念得很痛苦了 所以我们要把 不能推卸的功课 当作是一种兴趣 要培养 念佛的兴趣 那么这一种行识 才能持久 越念越欢喜 一切识一切处都可以 大声小声默念 随自己的爱好 有一点要特别留心 如果旁边有别人 他又不喜欢听念佛的话 最好不要那么大声 免得别人生烦恼 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就行了 除此以外 只要不影响别人 想怎么你都可以 这是念佛的正行 那么其他种种 修持法门 譬如说断恶修善 六度万恨 通通可以作为念佛的住行 正住双修 对我们现前的学佛大众 非常适合 就是我们的正修 念一句佛号 有空我们就多念 没空少念 再没空 心里面想阿弥陀佛 异佛 那么有缘呢 我们尽心尽力 去做这些善行功德 佛门的善行功德 我们尽力的 有能力去做 社会上的这些善行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 对国家有利益的事情 我们也随缘随分去做 通通都可以作为 往生净土的质量 这就是万善同归 往生净土 展开来 经上给我们 讲了很多宝贵的教诲 比如无量寿经上 特别有极品经文 讲什么呢 讲五戒十善 就是念佛人在现前生活中 要遵循的一个准则 就是以五戒十善过生活 这样念佛 心会更加安定 当然对一般 刚刚入佛门的朋友 这个并不要求 只是自己在学的过程中 慢慢的去提升 行持上 自己有了一个方向 主持分明 就很容易相应 合起来 信愿行三支两 完全具备 这一生念佛 必定往生 不提成佛 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要准备足够的资粮 有了这些资粮 那么往生 我们就有底气了 在准备这些资粮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现前的生活 一点都不枯燥 会越来越充实 很多朋友看 念佛人天天念佛那么枯燥 他们不知道 念佛人在这边偷着乐呢 念佛人 这是一种享受 把世间种种遭遇 看作是修行 看作是累积之粮的 增上缘 你说 这里面的乐趣 其实外人能够了解的 只有我们真正在学的时候 才能慢慢体会到 总而言之 我们这样念佛 就与弥陀本愿相应 与净土相应 尽此一报身 决定同生极乐国 今天这一堂课 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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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